大将军 城稿位在旦夕 你为什么按兵不动呢 旁军的人马比我们多 我必须要谨慎行事 你是害怕 世上没有我害怕的人 不害怕为什么不出兵呢 我说过了 必须谨慎行事 谨慎不等于按兵不动 旁军的军队虽然比我们多 但是他四面包围城稿 兵力必然分散 如果按照军事信中的计策 派一部分军队 在其他三个方面虚张声势 然后聚集兵力 攻其一方 就能打破旁军的包围 把军队与粮食送进城稿 有了粮食与军队 就不怕旁军继续围困城稿 然后我们再派兵袭扰他的梁道 这样旁军的十万大军 便无法在城稿城外九代 城稿之围也就迎刃而解了 沈大夫 说说容易 做起来就难了 旁军不会让我们如愿以偿 不做就更不能如愿以偿 我不是不做 我是另有妙计 什么妙计 等待 等什么 等旁军攻城 他若攻城 就必然暴露薄弱之处 到那时 我再出战 不就更有把握获胜了吗 旁军根本就不会攻城 他要把孙先生困死的城稿 军士神机妙算 难道他就没有办法让旁军攻城吗 害怕旁军就说一声 也用不着这么绕圈子 你在急我也没用 我身为大将军 要为我的数万军队负责 你也应该为城稿负责任 我当然要为城稿负责 不负责 我就不来了 不出兵 你怎么负责任 我方才已经说过了 只要旁军攻城 我就出战 这么说 你是非要等旁军攻城 不可能 是的 汉王 让你这种人当大将军 真是有眼无助 放肆 你敢侮辱大将军 军法成初 大将军 中立姑娘就是这个脾气 你可千万不要见怪 中立姑娘 请等一等 我有话跟你说 中立姑娘 你回去后 别让军师着急啊 能不着急吗 城稿的粮食都快吃完了 太子的脾气降 若是他认准的事情 九皮马也拉不回来 你是不是 让军师想想办法 引诱旁军攻城 到那个时候 太子就不得不出战了 到那个时候啊 我看他未必出兵 到那个时候 如果他还是不出兵 别说我不答应 就这全军的将士 也不会答应 那行 我跟孙先生说一声 好 我先走了 没事 没事 军师 回去吧 雾气这么大 你的腿又不好 站了这么久 如果让中立姑娘看见 会怪我们的 你说中立姑娘 今天能回来吗 能回来 中立姑娘只要说回来 就一定能回来 她身负全城军民的 重托 希望能早点见到她 我们再等会儿 你是军师 你说了算 不高兴了 走吧 军师 不是不高兴 我是怕中立姑娘不高兴 上次 因为你的腿受了潮 我好几天都没感觉她照面 她那么可怕 不是可怕 她心疼你 如果你身体不适 她就吃不口睡不香 我们这些当侍卫的 也觉得对不起她 干什么呢 是我 有吃的吗 有 咬破舌头吃狗肉 呸 吃你的狗肉 说的对 兄长 你的舌头就是我的狗肉 好 你敢拔脸 你敢骂我 兄长 我这开个玩笑 我弄了点吃的 给 哪弄的 别管了 你吃就是 我跟你说 真的 你看 我敢对天启示 走 兄长 你上哪去 不守城了 没吃的 守什么城 走 你可别说是我说的 好了 走吧 姓龙的 有你好看的 他们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 军事 你的腿 没事 去跟着他们 好 别让他们发觉 是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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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是不是你的腿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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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扶你回去吧 军事 你们巡城去吧 没事 去吧 让我们来扶你 巡城要紧 快去吧 去吧 去吧 是 去吧 是 军事 军事 你看你 说你的腿不好 你还不信 那两人身份 查清楚了没有 查清了 他们是编入 冯将军手下的百姓 这锅饭以后 你来冯将军到我这来一趟 是 军事 你回来了 先生 我早回来了 这怎么回事 没事 没事 怎么了 没事 我没问你 你回去吧 你说 先生怎么了 军事在东南城墙上等了你半夜 好了 没事了 回去吧 是 我不是不让你等吗 我不放心 你怎么没从成东南回来的 我急着回来 没绕到 疼吗 喂 太子怎么样了 我真恨不得扇他两巴掌 不管我和沈大夫怎么说 他非要等旁绢攻城 他才出兵 怎么说旁绢不攻城 他就不出兵了 我知道这是谁的主意 谁的主意 算 军事 不好了 有人抢粮 什么人抢粮 受称的青壮百姓 看得去 快 开门哪 我们有粮食 我们有粮食 开门哪 你们再不开门 我们就要撞门了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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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 撞啊 快撞 撞 撞 弟兄们 再加一把势 我们就有粮食了 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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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ちは 撞 撞 巨队 军队来了 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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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怕什么 大不了一死 饿死也是死 打死也是死 把家伙捡起来 那位壮士 我曾经告示全城 凡抢粮者 斩首失重你知道吗 知道 那为什么还抢粮 不抢粮将会饿死 你胡说 凡守城百姓 尤其是轻壮男人 每人每天都可得到一份粮食 虽说只有八成宝 但绝不至于饿死 你说的好听 我们这些人 一天只能得到半份粮食 长死下去 虽说不至于饿死 但也无力守城 敌人如何攻城的话 难免一死 你说的可是实话 如果有半句假话 无马分尸 你是在东南守城 是的 统领你们的将军 是冯将军对吧 是又怎么样 把他带走 是 你们敢 绑起来 是 你们都回去吧 我叫冯将军 发给你们欠发的粮食 给他们让开一条道 放他们回去 快点 走 快让他们回去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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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 fel 过来 久 我 闭靓 他 分 神 信 到底 你们下去吧 是 庄师 你也别怪冯将军了 其实 是我让他扣罚你们粮食的 知道为什么吗 粮食不够了 城里的粮食充足得很 三个月也吃不了 既然如此 军师为什么要扣罚我们的粮食 逼你们抢粮 军师 其实这是我的遗迹 遗迹 对 庄娟以为 我们城里粮草不多 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们就会束手戴毙 因此为而不恭 其实城内粮草充足 再有三个月也吃不完 庞娟要是知道 我们粮草充足肯定就会攻城的 太子大军虽说已到城外 但只靠韩军是不可能战胜庞娟的 所以还要靠秦军的支援 我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庞娟此时攻城 所以我让冯将军 扣你们的粮食 逼你们抢粮 小夕穿到庞娟那儿 他就会耐心地等下去 如此拖下去 待秦军一到 庞娟必败无遗 怪不得人们都说 军师的胸中有妙计万千 庞娟虽有十万大军 也难以斗鼓军师 也过其次了 要想仗胜庞娟 还得靠大家呀 这是给你的奖赏 小人有罪不敢接受 我刚刚说的 还不够清楚吗 你还把功当锅 拿着 难道是我的计策不好 不 军师如此妙计 小人怎敢说不好啊 那快快临上 谢军师 回去不要告诉别人 知道 你走吧 军师 跟着他 兄长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军师不让我告诉任何人 只告诉我们几个 我们保证不再对别人说 对 对 告诉说说吧 我们可以发誓 不告诉别人 你怎么知道 军师为什么把我绑起来 这可是军师的遗迹 不准对别人讲 好 不说 冯将军 你扣发粮食 逼着百姓抢粮 险些葬送了城口 你说 你该当何罪 我 把你吊死在城头 市中十日也不为过 还有你们 你们谁扣发了百姓的粮食 如果不说 一旦让我查出来 与冯将军同罪 我 我们也扣了一点 我也扣了 若不是大敌当前 我急需用人 你们一个个全都该杀 军师 可我们没多吃一口 我们扣发的粮食都给了士兵 士兵们吃不饱 难以遇敌 军师 我们也是为了守住城高 守住城高靠什么 靠我们区区五千将是行吗 还不是依靠 全城百姓同心协力 你们逼急了百姓 不用旁卷 百姓就会像洪水一样 把我们淹没 这次 不罚你们了 不杀了 保护冯将军 谢军师不杀大人 军师 我一定将功赎罪 就是死 我也要死在城头上 好 起来吧 你们都起来吧 陈高的粮食事不多了 军师 那个巴脸在里面吗 他也在 好 去吧 是 冯将军 在 在你分馆的守城百姓中 可有一个脸上有伤疤的人 是不是个儿不高 三十多岁 他是我的手下 他怎么了 他住在城里吗 不在 他住在城外 旁军大军围城之前 他进了城 他很可能是旁军派来的奸细 奸细 我去把他抓起来 不 我们要利用他 干得不错呀 军师赏了我五十军棍 看什么 我不像爱国打的样子是吧 那是因为众将军为我求情 军师让我立功赎罪 如果你们再出差错 我就不是五十军棍的事了 是杀头 为了保住我的头 你们从今往后 如果谁要是敢再出半点差错 我献上你们的头 不过 你们这一闹 也有好处 军师 答应给我们多分一点粮食 让你们填饱肚子 记住 这件事 不能告诉除你们之外的任何人 如果谁胆敢给我走漏了消息 可别怪我心狠手毒 你 出来 看什么 出来跟我来约粮食 你 出来 还有你 你 你 还有 你们两个 出来 记住 记住 到了粮库 如果有人问你们 别说给我们运粮食 就说给军师府运粮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 走吧 来 站住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来领粮食的 有军师的简令吗 有 好吧 等卸完粮食再给你们分粮 要等多长时间 乃说 大家快谢吧 让开让开 你们几个 上 抬粮食 公众将军 要不我们从车上拿起它吧 那可不行 这粮食不入库 不能分 我这是给军师府带领的 真的 不信 你明天去问军师府的人呢 好吧 你们快点搬啊 要快 要让别人看见就不好了 好 快去 快点 快点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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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什么 里边没粮食 不要看了 那边不是有很多粮食吗 再敢乱说 我杀了你 是 快走 别给我添麻烦 是 试试 哪来那么多粮食啊 你忘了 上次我们争粮 差点让旁娟的军队 躲在城外面 多亏军师的控制器 不是说那些粮食 没带进来吗 那是军师有意让我们那么说的 是为了旁娟 我明白了 快点搬 如果孙兵有诈 我不能走 还要再看看 军师 巴列没有走 想办法逼他走 我们在全城搜查 奸细 你可怎么样 不但要搜查 还要放出风去 说有人怀疑他是奸细 是 好 来 来 放开 听说了吗 旁娟的奸细 混进了城稿 听说了 军师府的人正在追查呢 你说这些人里头 会不会有 我看来说 胡说八道 赵壮士 啊 冯将军有请 冯将军在何处 丞相 冯将军找我何事 怎么样 今天吃饱了吗 将军 以后别再提吃饭的事了 怎么 还没吃饱 不是 为了吃饭的事 我让将军见笑了 见什么笑啊 军师不是告诉你了吗 那是他的遗迹 遗迹是不假 可是我还是丢人现眼 好了 过去的事就不说了 我想让你帮我办一件事 什么事情啊 唐娟的奸细混入了城内 军事府传下话来 若有知情不报者 与奸细同罪 若因防范疏虎 让奸细逃跑者 也与奸细同罪 我想请你帮我查一下 我手下这些百姓中 有没有奸细 没有 没有 没有更好 可是如果有 我们没有查出来 让奸细跑了 军事可要杀我的头啊 将军你放心 我可以去找军师 当面相的保证 如果我们这些人当中 有奸细的话 你杀我的头 杀了你 也不会放过我 你还是帮我查查吧 将军真的没有 如果真的没有 我也不会来找你了 将军你不要相信谣言吗 这不是谣言 将军府的钟离姑娘 在旁娟的营中听说 有一个奸细 在我们守卫的东南城墙 来往数次 真的 钟离姑娘的话 不会有假 那谁是谦戏啊 这个我也说不准 你看巴脸像不像 他巴脸 不像 你查查吧 一定要把这个人查出来 否则 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你放心吧 将军 就交给我吧 军师 怎么样 他已经知道了 有什么反应吗 没有 军师 以赵壮士的说法 他好像不是见习 盯着他 错不了 是 冯将军说 这个奸细很可能 就在我们中间 如果让他逃了 不但冯将军 负不起这个责任 全城的老百姓 都要遭殃 你们一定帮我查查 好 兄长发心 我们一定把奸细查出来 抓到这个奸细啊 无马非尸 心没发狠 等抓到了再说 好了 你们去吧 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好嘞 好嘞 走了 走吧 老八 你等等 来来来 兄长还有什么事 冯将军怀疑你是 我怎么回事呢 我知道你不是 所有在跟你挡了 冯将军说声了没有 没说什么 他让我一定帮他 找出奸细来 老八 这件事你可一定得上心啊 只有查出奸细 才能消除冯将军 对你的怀疑 好 我明白了 然后呢 我明白的 我明白你 天明 没事 魔晓 我的天明 我明白 就 我明白 你 我明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我的令 做好准备 迎接旁娟宫城 是 干什么你 军师 军师 你伤了我吧 我为什么要杀你 八脸不见了 他可能是奸细 他是奸细 与你有什么关系 我 我向冯将军保证过 如果八脸是奸细 军师杀我的头 不杀冯将军的头 我说过的话 绝不反悔 赵壮士 起来吧 我不但不杀你 还要奖励你 这次可是真正的奖励 起来吧 赵壮士 军师说的是真的 冯将军 怎么回事啊 我回头再告诉你 袁帅 我探听到的就是这些情况 你的消息如果有误 我可要杀你的头 袁帅 这两件事情都是我亲眼所见 绝不会有错 孙斌哪来那么多粮食 是上次他从城外争来的粮食 你上次送来的消息说 没有多少粮食 他让军队把粮食悄悄藏起来了 我没查到 袁帅 我还听说 孙斌派一个叫钟离春的人 穿过袁帅的军营 告诉韩国太子 万万不可以与袁帅交战 他说 交战胜负难说 如果拖下去 袁帅将不战而退 他真是做梦 叔父 我们明天去攻城 袁帅 攻城吧 师兵们已经等到不耐烦了 攻城损失太大 损失大也比拖下去好 如果等到秦国的援兵到了 到时候的酸病还会溜掉的 即使秦国的军队不来 十万大军也拖不起啊 攻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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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将军 旁娟已经开始攻城了 为何还不出战 再等等 还要等到何时 难道等到城稿陷落吗 有孙斌在 城稿不会陷落的 孙军师手下只有五千人 旁娟有十万之中 如果我们不能出战 旁娟定会全力攻城 城稿危险 旁娟不会全力攻城的 怎么不会 如果我们按兵不动 旁娟会无所顾忌 一定会全力攻城的 大将军 是不是害怕旁娟了 那就给我一万军队 我害怕旁娟 你问问我的士兵 我征战杀场 怕我谁 既然不怕就该出战 我不想出战 是父王不让我为旁娟交战 不让交战 那排我们来干什么 难道真的是坐山观虎斗吗 也不是坐山观虎斗 父王是让我们带旁娟 功成不课 紧疲力尽之时 再进攻旁娟 到那时就会稳操胜券 如果旁娟攻克城稿呢 我也不希望这样 旁娟不会按照你的希望行事的 如果城稿失线 父王让我们撤军 由他派人与旁娟交涉 大王这么做 对得起军师吗 对得起五千将士吗 对得起城稿的百姓吗 大将军 我没有权力调动军队 可是我有权力征战 你的大军不出战 那我去 沈大夫 你是去送死 就是送死 也比见死不救的好 我不是见死不救 是父王之命 不可违抗啊 大将军 原来 你可不是这样的 因此 父王说我鲁莽 我宁愿因为大将军的鲁莽战死沙场 也不愿意所谓的谨慎 苟且偷征 请让开 沈大夫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 那就给我一支军队 好 把沈大夫 给我抓起来 太子 你这个怕死鬼 旁军吓破了你的狗胆 你才敢说我怕死 我就杀了你 你就是杀了我 到了鬼神那里 我也骂你怕死鬼 怕死鬼 你 你杀了我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你去杀旁爵子 吓破了你的狗胆 你也不敢 大将军 这是怎么回事 大将军不肯出战 把他压下去 你也太让我失望了 你这个胆小鬼 吴将军 什么事啊 我手下的士兵问 我们何时出战 出不出战 是我所考虑的事 你的责任 就是听我的命令 我可以听你的命令 可是如果迟迟不出战 我的士兵就不会听我的命令 谁不听命令 就杀掉谁 大将军 士兵们都不听令 你能把他们都杀了吗 这是你的事 大将军 再不出战 我手下的士兵 可要擅自行动了 告诉他们 擅自行动者 死路一条 他们说 城岛内有他们的兄弟 就是死 他们要死的一起 是啊 大将军 旁爵虽有十万大军 但也不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我们眼睁睁看着 城岛落入旁娟之手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 反正 我没脸面面对乡亲父老 大将军 如果城岛陷落 我不能死在旁娟之手 就死在自己的剑下 你们不要逼我 大将军 这不是我们逼你 是士兵们逼我们 大将军 如果我们按兵不动 城岛失线 士兵们是不会原谅我们的 大将军 求你了 下令出战吧 大将军 如果此次不战 士兵们以后 就再也不会听大将军的令了 还有我们这些将军的命令 你这是威胁我 不是威胁 我说的绝对是心里话 大将军 武将军的心里话 也是我们的心里话 我何尝不想出战 可旁娟有十万大军 万一我 我怎么向父王交代呢 大将军 听说孙军师有妙计在此 用孙军师之计 我们从来没有败过 对 为了我们韩国的疆土 为了我们大将军的威望 为了我们的荣誉 我们一定能战胜旁娟 好 出战 是 反奸计是三十六级中的第三十三级 通俗的解释就是 巧妙地利用敌人的奸细 反过来为我所用 孙军本无力长期坚守成高 用反奸计 使旁娟产生错误的估计 放弃长期围困之策 转为攻城 预知双方胜负如何 请看下集 树上开花